把一些垃圾 盖子 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呀 主要是什么呢 想起一个大特点给大家 就是什么 你的攻势 只要进入了我们的安全距离 这个是安全距离 飞出来了 它不能打到我 但一旦进入这个火灵范围了 那么只要对方不倒 不失去战斗力 我们的攻击是不可以控制的 所以他当他打的时候 就是这个距离之后 不管他打的什么样 不管我们的第一手 第二手的效果 有没有达到我们心目中的期待值 只要他们倒闭 不失去战斗力 我们是不可以平的 不可以平的 就是这个意思 尤其是团物中 大家 往往被勾病的是什么呢 团物喜欢接手 什么意思呢 以拳击为例 对方 对方出支闪的时候 喜欢走一个侧下 然后一个勾拳呀 或者是什么方式 打击在那里 并不接触对方的这只手 但传统武术往往不住 并不是这样 可能是往往是喜欢 控制这只手 抓住这只手 控制这只手 在同时进行打击 这往往是被 传物被勾病的地方 他们说拳速那么快 怎么可能 勾得上呢 没错 这个东西确实很难 对出去的来说 要抓住机会 看得出对方能出哪只手 而且还不能正确 还有能搭上 还能控制住对方 这个难度确实不是一般的大 但是这并不代表 这个就是不好的地方 我们的一个特色 是控制对方 再打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影响对方 所以因此我们其实看起来 并不是进攻了 但依然是被进攻起到 一个铺垫作用 就是要影响他 影响他的身体身份 影响他第二只手 出拳的一个力度 他自己不做得不顺畅 如果你是完全不控制的话 完全不控制 拼的那就纯粹是一个时间差 如果你没打上或没有效果 没打上的话 这拳并不影响他的出拳 但是如果我们做的时候 打击这个的话 如果这拳没有太大效果 那就会影响他第二拳的速率 他第二拳的速度 没有那么自然能处出来 因此这个接手上 接手上也是很有必要的 而且在强兵 从兵器角度来说 这种就必须的 只是把这个思维 延伸到独手格斗上来 我们依然贯送的这个思维 那么在这 为什么要放到这来说呢 因为接手 接手 对很多人执着于接手 炼传动物词的人执着于接手 比如说 不怕出来接手 这种接手我们说过 这种打击 但是很多人就想着 他非要 非要接受这一种 非要扣住这一种 才能斩住这一种来 这是很笨的一个想法 因为实际上 因为实际上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 也并不是 百分之百人 抓住对方 所以因此 我们只要能隔开对方 把对方的手 隔开我们的中线 同时打击进去 以打击为先 因此我们的思维 不要被接手固定住 没有取得这个效果 没关系 没抓住对方 没关系 隔开了 隔开 所以说来的时候 就是说接住了 可以拉着对方 再打 这种的东西 那么在实际里面 我抓住对方 怎么办呢 你看 没抓住啊 没关系啊 哼 出去了 出去了之后 可以顺势的东西 开始出来了就 公式不要只注意 在一个点上 我们的公式 要如长江大河一样 滔滔不绝 前面一个烙头 没有打斑你 没关系 后面一个烙头接着来 就是这样 好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 欢迎关注更多课程